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城专机抵达莫斯科 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 并将出席第23届圣比特堡国际经济论坛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习主席这次访俄对推动中俄关系 在新起点上开启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有何重要意义 时视频的袁腾建群为您独家解析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一日前向蔡英文办公室 申请赴大陆参加两岸交流活动 4号却收到台内务部门发来的不予许可处分书 对此国民党方面发声明欲以严厉谴责 并退回该处分书 蔡英文当局的做法是为了贬低吴敦义吗 如何看国民党方面的反应 台湾时视频的袁杨泰顺 郑诗诚有深入解读 近日 一份由台湾所谓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等人 发起的联署书被媒体刊出 联署书公开要求蔡英文放弃一己之私 之所进退并呼吁民进党人支持赖清德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 所谓独派集结挺赖会影响民进党内初选结果吗 蔡英文通过社交媒体脸书委婉回应称会继续完成最后的任务 对此又该如何解读 台湾时视频的袁杨泰顺 郑诗诚带来全面分析 海峡星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星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带您来看新闻 当地时间5号中午12时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 抵达莫斯科福努科沃专机机场 开始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 据新华社报道 俄方为习近平主席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 习近平检阅了俄罗斯三军仪仗队及分裂式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向俄罗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强调 今年中俄两国将迎来建交7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成为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两国政治互信牢固 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机制完备 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密切协作 为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 经过70年风云变换考验 中俄关系愈加成熟 稳定 坚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面临新的历史机遇 访问期间 我将同普京总统就深化双边关系 推进务实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 共同规划两国关系未来发展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大踏步迈入新时代 迈向更高水平 实现更大发展 就此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腾先生您好 习近平主席这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是自他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第八次访额 据您了解 习主席这次访额将会有哪些亮点 对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又具有哪些深远意义呢 应该说这次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 具有成先起后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知道双边关系 由于有了强大的政治互信 牢固的政治基础 所以在经贸往来方面 那么最近几年 发展得非常快 那么过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俄两国 实际上在政治层面的关系非常好 在安全层面合作非常强劲 但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呢 应该说是一个短板 但是从去年的中俄两国经贸数字来看的话 达到了1000亿美元以上 而且这个速度呢 还在进一步这个加快 所以进一步拓展 两国的合作领域 加强两关系呢 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看点 另外在地区事务上呢 我觉得中俄两国在相关的问题 比方说在叙利亚问题 在委内瑞拉问题上 有着共同的这种担当和认识 比方说在委内瑞拉方面 中俄两国不光是在 那个跟委内瑞拉双边关系上 而且呢 在联合国这样一些重要舞台上呢 也是支持委内瑞拉 这个保证自己的国家的 这个独立和这个自主 所以从这个地区事务来看的话 我想两国领导这次会晤呢 这次这个习主席访问莫斯科呢 肯定会涉及到怎么样加强 进一步合作的问题 那么从国际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处在一个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以及各种挑战的增加的时代 各种力量各种矛盾 纵横百合 那么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呢 已经影响到了 我们的方方面面 所以作为两个安理会的查理事国 我想在国际事务当中呢 进一步加强沟通 加强合作呢 也是习近平主席 这次访问俄罗斯的重要的日程 所以从这个双边关系 从地区事务 以及从国际上的事务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主席访问 莫斯科承载的重要的任务 同时呢 也对展望未来 也这个会描绘出 这个双方的重要蓝图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 在访额前期 习近平主席接受了 俄罗斯塔斯社 俄罗斯报的联合采访 从采访的内容来看 您认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俄关系将迎来 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从双边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由于两国有这个牢固的政治基础 有这个牢固的政治共识 那么在经贸领 在安全领域 在外交层面 在人们合作方面呢 会这个进一步强化现有的 这样一些合作机制 同时呢 也会开拓这个新的合作领域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从这个双边层面来说 对于俄罗斯也好 对于中国也好 非常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建设 因为我们都知道 面对美国多多逼人的 这种这个施压政策 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 都面临着这样一个 共同的这个不确定性 或者是共同的挑战 比方说在经贸领域 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 发起了一年多的这种贸易战 那么在安全领域 我们看到美国在欧亚大陆 这个两侧呢 也不断的进行军事调整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拉帮结伙 向俄罗斯施加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 这种安全上的施压呢 也在这个逐渐的加大 所以中俄两国呢 现在确实面临着 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应对 美国的单边政策 美国这种咄咄逼人的 对外政策 那么从这个两国关系来看的话 我想因为我们是背靠背的 这样一个邻国 那么对于美国的这种 这个不确定性呢 我想两个领导人呢 肯定会进一步磋商进一步讨论 相关的应对问题 从现在来看的话 美国也确实铁了心的要 这个把中国和俄罗斯 作为所谓的这个战略竞争对手 作为所谓的国际现有秩序的 修正主义者 那么会不会出现 中俄两国联手 应对美国的这种不确定性呢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在接受采访时 习近平主席表示 普京总统是他交往 最密切的外国同事 也是最好的知心朋友 2013年以来 双方会晤近30次 多次通电话和互质信函 这种高水平高频率 高质量的元首外交 对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发挥着怎样的引领作用呢 元首外交现在成了 在这个政治多极化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 时代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经常讲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呢 在于心相通 两国领导人 实际上心是相通的 我们看到 不管是咱们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是俄罗总统普京 在各个方面呢 实际上是相互帮助的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的话 我也到过几次 这个俄罗斯 那么确实 这个感受的话 是非常亲切的 俄罗斯的学者也好 官员也好 甚至普通百姓 对于中国人呢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种感情的 所以表现出这种 这个欢迎 表现出敞开胸怀 跟你拥抱的这种这个姿态 那么从国家领导人层面来说的话 也正向这个习近平主义所言的 他跟这个普京总统的关系呢 确实是这个非常非常亲密 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 包括国际事务地区事务双边事务问题上呢 进行沟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 现在这个从2013年之后我们看到有30次 那么在这个平常呢 还会通电话 还会这个相互交流信件 来表达自己对一些事务的关切 以及对加强中俄关系的一种建议或者主张 所以从个人来说的话 两国元首的这种亲密接触呢 应该是对于稳定或者进一步发展 中俄关系呢 是一种非常利好的安排 同时呢 这种这个互动呢 也会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 包括人文之间的这种交流 那么对于未来来说的话 正是由于大国领导人 特别是这个新军主席和普京总统 这种亲密的关系呢 应该说对于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呢 给我们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证 好的 谢谢腾建群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日前向蔡英文办公室申请赴大陆 参加两岸交流活动 4号却收到台内务部门发来的 不予许可处分书 对此国民党方面发声明 予以严厉谴责 并退回该处分书 蔡英文当局的做法是为了贬低吴敦毅吗 如何看国民党方面的反应 台湾时事评论员杨太顺 郑诗诗诚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选好算六桂符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桂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日前向蔡英文办公室申请赴大陆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4号国民党方面收到台内务部门不予许可的处分书 而非蔡英文办公室来函 对此国民党当天发出新闻稿 谴责蔡英文当局不尊重吴敦毅 贬低之意不言可遇 因此退回处分书 国民党4号表示 吴敦毅日前依照相关规定 以卸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身份 向蔡英文办公室提出赴大陆申请 起料受到蔡当局无理对待 国民党仅收到非权责单位台内务部门不予许可的处分书 而非权责机关蔡英文办公室来含告知 国民党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不守法 且毫不尊重卸任副领导人的做法 拒绝接受并退回内务部门的处分书 国民党强调 蔡英文施政以来两岸交流陷入僵局 国民党提醒蔡英文 打压在野党不会增加你的选票 阻碍两岸交流 不会拉高你的民调 若继续一意孤行 2020年选举将会是人民反扑民进党 逆行道失的重要一意 国民党期盼明年1月11号重新赢回选举 重启两岸沟通协调管道 不再出现已读不回的窘况 有效地维护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的发展 保障两岸人民扶植与利益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 5号下午进一步对媒体透露 对于吴敦义附录申请不予许可的处分书 竟然是台当局内务部门下属的 移民事务部门的一位科员发出的 欧阳龙表示 过去这样的事都应该由台湾地区领导人 办公室的人事处回文 现在交给移民事务部门的科员回文 根本是羞辱国民党 羞辱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 也羞辱了体制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管一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事员 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杨教授 蔡英文当局驳回吴敦义 访问大陆的申请 应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 不过为什么不是由 蔡英文办公室发函 而是由台当局内务部门出面驳回 他真的是为了贬低吴敦义吗 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当然就是刻意地 要羞辱吴敦义 因为吴敦义的申请书 是向台湾当局提出来的 按照礼尚往来的 中国人的一个规矩 那既然你跟我提出来 当然就由我这个单位来答复你 结果他偏偏就是 不愿意做这个答复 把他交给这个 他已经是第三级的机关 来跟这个吴敦义来做这个回复 所以这个刻意去修辱这个吴敦义 我想这个动机是很明显 那另外一个 可能这个蔡英文也是想一时两秒 那么有关两岸的 这些互动的政策 那蔡英文当然就应该要这个事情上面 他就要去表态了 那可是现在蔡英文又面对了这个 即将要来的这个选举 那么他多少有点担心 如果说这个表态的不是很得体的话 是不是又会引起一些讨论 那么对于他这个争取这个民进党的初选 可能也会有不良的这个影响 所以他宁可这个不去喷出这个问题 就把这个就推给这个内务部门 那照道理讲你可以说我参考某个部门 他做了评估认为说你这个时候去不太适合 他其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回答 那这样的话我想彼此的这个面子也都可以照顾到 可是他偏偏就让一个不是属于他管辖的单位 直接来行闻这个吴敦义来做这样一个答复 那我想这个对这个国民党来讲是相当情何以堪 那也凸显了这个民进党的气量狭小 那见不得人家好的这种心态 来关注另一个话题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日一份由台湾所谓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 等发起的联署书被媒体刊出 李远哲公开要求请蔡英文放弃一己之私之所进退 并请民进党人支持赖清德代表民进党 参与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对此蔡英文通过社交媒体脸书 委婉地作出回应 我们来看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家以美国为基地主要发布台湾时政消息的网站 日前刊登了一份支持赖清德参选2020的联署通知 要求蔡英文之所进退 联署文中写道 2018年九和一七中选举 民进党大败 执政仅两年半的蔡英文 在民意大规模反弹下 竟使民进党丢掉半壁江山 我们仔细检视民进党败选原因 发觉到了2020年大选时 这些败选原因将原封不动依然存在 再检视败选后蔡英文的作为 除积极下乡到处拜庙之外 诸多处置明目张胆 自以妄为 既不谦卑也不沟通 以使广大民众失去知识热情 蔡英文在初选中的表现 更以使民进党形象受到重创 连署文明确建议 一 请蔡英文放弃义己之私 以民进党前途 及所谓台湾兴衰绝蓄为念 之所进退 二 请民进党人及全台民众 支持赖清德代表民进党 参与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让赖清德以倾心形象 奋力维系民进党执政权 维系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的多数地位 据报道 这份连署书的连署人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台湾所谓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 参与连署的还有凯达格兰学校校长金恒伟 台当局前助日代表许世凯 台当局前防务部门主管蔡明宪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 与陈水扁关系密切的高雄市议员 郑新柱等数十人 对于获得李远哲等人相挺 赖清德5号上午做出回应 感谢李远哲院长的支持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响应 李远哲院长的号召 李远哲又连署 要你之所进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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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他也会找到 面对媒体 蔡英文不愿意多说 不过4号晚间他通过脸书 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他表示2008年我带着全党走出废墟 2016年我带大家一起重返执政 现在我会继续完成我最后的任务 建设台湾 5号上午蔡英文又发了一篇脸书 吹嘘自己上台以来做到了四件事 一 清查所谓不当党产 二 撤销威权统治时期有罪判决 三 推动年金改革 四 落实婚姻平权 蔡英文称 这四件事不仅是他当年竞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时的承诺 更是对下一代公平正义的支票 5号上午 所谓独派大佬郭宽敏 在得知李愿哲等人 向蔡英文逼宫的消息后 连声说好 李愿哲等人发起联署 要求蔡英文之所进退 我们数了一下 截止目前共有34个人参与联署 郑先生您觉得所谓的独派集结 会影响到民进党内初选的结果吗 完全没有帮助 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他背后的人 如果你要对你的事情有帮助 必须是本来不是支持你的人 现在变得支持你 于似乎你的民调好像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你的母体会变大 但是本来就是支持你的人 基本上我认为赖清德 现在是吹口哨壮胆 为什么 他没有别的招了 你知道蔡英文身为台湾的领导人 他用尽所有的办法来打压赖清德 包括拖延所谓的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包括更改游戏规则 甚至我要做手机民调 为什么要加入手机民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想办法弄到一些 我们民调不是要调查吗 那调查需要一种 我们这个行话叫做母体 就是需要一群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 那这些手机电话码 我就想办法找到支持我蔡英文的人 到时候我怎么打 都是支持我蔡英文的人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更改党内游戏规则 用这种我操控党内民调的方式 来赢得党内的初选 现在蔡英文控制整个的这个民调的结果 甚至连民进党的最大派系的新潮流 赖清德是新潮流的 新潮流的人都被蔡英文很多人用公家资源给收买了 所以现在赖清德之号想尽办法让自己在公众的媒体里面 在公众的资源里面去取得一些声量 这些声量就是找什么人来支持我 事实上这个就是在大海里面快淹死了 抓一块浮沫很快也会沉下去 只是说稍微撑久一点 事实上对他的整个的未来 是否能在民进党内的台湾领导人的候选人出现 这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李远哲在今年初就曾经跟另外三个所谓独派大佬 登报发表联名公开信 要求蔡英文放弃连任 现在又来 杨教授这是否反映出所谓独派的焦虑 他们在焦虑什么 的确是反映独派的一个焦虑 那刚刚如果依照刚刚施成兄的这个分析 那在民进党内的这个初选的这个结果 赖清德的这个胜选的希望 似乎并不是很高 那既然赖清德是独派最喜欢的人 然后赖清德胜选的机会又不是很大 那独派在这个时候去表态 岂不是得罪了这个蔡英文吗 那万一蔡英文真的变成民进党的候选人 然后真的又赢得了这个选举 那独派岂不是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吗 那独派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候 他要去做出这样一个动作呢 我个人的这个解读是独派所关心 其实是台独这个理念的鲜火相承 他很担心说这个 因为蔡英文现在在这个 台独的这个路线上面摇摆不定 让独派很担心说这个 这个台独的这个理念 就从此就可能就断掉了 那么获得年轻的一代 对台独的认同感 就没有他那一代来得那么坚强 那在蔡英文的这个几年的这个执政当中 独派看到说你既然你要主张台独 对不对 那你就要准备做好说 跟大陆这边要来硬碰硬 要来做一些比较对抗性的这个政策 结果你现在蔡英文自己所拿出来 宣扬的这个政绩 是去砍军公教的这个年金 那军公教本来就是 如果说整个这个台湾地区有事情的话 在第一线就是这些人 那独派当然看着就说 那你去做这个事情 你不是自己断自己的后腿吗 所以独派对蔡英文就觉得 你用政策没有用对方向 所以希望说他下台 然后让这个赖清德上去 可是就成如刚刚施成兄所分析的 那独派的支持不见得 对赖清德有加分的这个作用 那这只是表现出 他们对这个整个台湾时局 发展的一个焦虑而已 对于吕远哲等人的逼宫 蔡英文4号晚通过脸书 用一种委婉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表示自己会完成最后的任务 5号一早他又发了一篇脸书 称自己上台以来完成了四大政绩 郑先生您如何看待蔡英文 对所谓独派的这样一个回应 你知道他那个四大政绩 包括就说这个清查不当党产 然后撤销威权时代 这个所谓受难者的名誉 然后就是还有建立可大可久的年金制度 然后就是婚姻平权 讲这几个我先讲一个 叫做清查不当党产 清查是我要查对不对 民进党既要斗争国民党又懒 所以他建立一个 他利用立法机构成立一个 就叫做不当党产条例 什么意思你知道管义 我这样讲你就懂了 管义今天你的财产都是你合法取得 对不对 我立一个法 我说你的财产都是不当取得 那你怎么证明你是合法取得 你要自己证明你那个是合法取得的 有这种事吗 我得提供证据 你得提供证据 不是我提供你不当的证据 是你要提供你很大的证据 正当 请问下有这种事吗 我接下来讲 叫做建立可大可久的 这个叫年金制度 管义我们年金 我们的军工叫年金 现在正在 就是这个可能会即将面临破产 是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 这当初这个政府单位答应给他们 比如说我帮这个台湾的政府单位工作了几十年 你当初答应给我这么多钱 而且这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年金 是我自个儿交钱 我自个儿交钱交进去的 交了几十年了 交了几十年 然后政府现在没钱了 说对不起 我给不出来了 所以我必须要看你们年金 这叫改革 然后改革就算了 还说这建立可大可久 对不起 管义我要讲 他把年金改了之后 年金不是不会倒 只是晚几年才倒 请问一下 我们中国人说可大可久 是晚几年的意思吗 不是吧 所以他这种拿来他们的政绩 为什么 他想不出其他的方法 如果你的政绩真的这么好 你民调位这么低吗 你是自己在自我感觉良好吗 他没有办法 你知道 因为人家对他的质疑 他只好拿出这些不是政绩的政绩 来当做自己的政绩 没办法 不然请问一下管义 他有其他的说辞 因为他觉得说 他好像被委屈了 但被委屈了 那怎么办呢 就讲出一些这些东西来 好像他真的做到某些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委屈他 管义我这样讲 是他委屈所有的台湾人民 就这么简单 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 诗员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关注台湾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石元 选好钻六桂符 全国连锁信任直选 本栏目由六桂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新闻 5号中午高雄市长韩国瑜在高雄联谈会馆 与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协调小组的三位成员会面 会后韩国瑜接受媒体联访 证实已向协调小组再次表达参加党内初选的意愿 后续包括500万元新台币作业费 还有证件说明会 他都会以国民党中央的规定缴交和参加 据台湾媒体报道 韩国瑜在高雄联谈会馆 与国民党中央初选协调五人小组中的 曾永泉 郝龙斌和李哲华面谈约40分钟 党主席吴敦毅在台北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并未参与 这次会面过程没有对外公开 会后韩国瑜受访表示 对于协调小组询问他参加2020党内初选的意愿 他再次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据了解 韩国瑜与协调小组就三场证件说明会的时间 主题与内容充分交流了意见 韩国瑜表示证件说明会很重要 有时间一定会参加 至于500万元新台币的参选作业费 韩国瑜表示自己会解决 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既然要同意已经参加了 我们就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绝对不会从外面 谢谢很多人士来打电话来关切 谢谢大家 我会面对 对于外界关心会面是否提及首接民调的内容 韩国瑜回应称 未提及相关议题应该还是以全民调为主 首接民调的部分有讨论到吗 没有 完全没有 大概可能还是以全民调为主 据报道 韩国瑜与党内初选协调小组的会面 原定5号上午10点在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进行 但因韩国瑜的行程生变 后改到中午碰面 韩国瑜早上除了参加高雄市议会本会期的闭会仪式 还上了5人协调小组成员之一的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主持的广播节目专访 此举也让外界质疑 郝龙斌独厚韩国瑜 我最基本的一个定位就是必须要 严守中立的原则 住在北部人我要求他们一起到高雄来 我才是不独厚韩市长吗 我们基本上因为今天我本来就要到这里来 跟韩市长见面 五人小组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尽方便来做这件事情 根据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时程 6月10号将公布参选人名单 6月14号举办座谈会 6月23号到7月4号举办电视证件发表会 7月6号到7月14号间举行民调 7月15号公布民调结果 7月28号在国民党党代会上 正式提名国民党2020选举候选人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参选人赖清德 日前在造势时 对潜在的国民党籍对手郭台铭呛声说 他应该优先救红海 因为红海的大线将至 这句话是惹火了郭台铭 立刻回呛说 要先问赖清德 他的大线什么时候将至 不止如此 郭台铭还算蔡英文喊出的最新口号 祝英台是一个笑话 赖清德忙着出席造势活动 但也不忘趁机酸一下潜在的国民党籍对手郭台铭 其实郭台铭董事长应该自自甚深 这个时候其实他也了解到红海的困境 所以我是建议他不妨先回师 救红海比较要紧 一听这话郭台铭立马火力全开回击 在这个大线将至的赖清德 先问他的大线什么时候将至 请他先回答 他现在自己看见他的大线将至 所以他把大线将至跟我连接在一起 那我希望能够拉升他的民调吧 不止回向赖清德 郭台铭还酸蔡英文喊出的最新口号 祝英台根本是一个笑话 把台湾的这个民众都逼上梁三卜 那么今天来讲我们这个很需要祝英台嘛 对所以最后肯定是一个 不是个笑话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我是诗元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高雄市长韩国瑜 在高雄市议会上和市议员杠上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称 这表示自己四年来有进步 台北市议会越来越理性 但他也趁此机会 酸绿营的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说总有一两个例外是比较不理性的 高雄市议会跟韩国瑜 那个火爆的场面 平常讲让我想起四年前 您老兄坐在那个位置上 没有这表示我已经进步了 表示你进步 你意思说 没有我觉得我们台北市议会 现在都越来越理性 一边包自己有进步 一面说台北市的议会比较理性 但日前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 才让柯文哲气得拍桌 简舒培的 但是总会有一两个例外 柯市长笑得很得意 也趁机算一下简舒培 但柯文哲到台北市议会背询 也免不了被问到这一题 有了我一直在想 那我看来看去好像都没有 议员列表让柯文哲勾选 被为台北市长谁来选 看来备战2020柯文哲真的在想 觉得赖跟蔡哪一个 出现的可能性比较高 看时间 过一个月以前 当然是赖赖 柯文哲2020动想 成为台北市议会攻防焦点 但何时能宣布 大概就像他的这句话 重要的条件是选得上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英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